以下在互聯網上流傳的一張冥婚現場相片 據稱左邊的新娘已經死了很多天 究竟這個都市傳說的真相是怎樣的呢?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Professor Papa 今次要講的這張冥婚相片 自從十幾年前就已經在互聯網上廣泛流傳 它出名到只要在Google搜尋冥婚 得到的結果全部都是同一張相片 都市傳說指出當時死了很久的女人被人用指甲撐起 所以她雙眼反白雙腳都懸浮在空中 甚至有誇張點的說法是說 女人是沒有拍的 相信不少看著這條片的觀眾 早已在各大討論區見過這張照片 有些人可能跟Professor Papa一樣被她嚇壞 但是當時仍然是小學雞的我 又怎會去調查這個都市傳說的真相呢? 人大了,看到的東西也多了 只要我們仔細觀察這張照片 其實是可以發現不少可疑之處 首先說女人是沒有拍的這一點 我們退一步來說 就算這張照片真是冥婚 那她都只是跟她圍體 而不是靈體結婚而已 女人又怎會沒有拍呢? 加上在照片上看到大大的影 也好像傳說說 新娘被人吊起了 所以雙腳懸空 雖然Professor Papa不是對女人對腳有什麼特殊愛好 但是我都用盡力觀察了這位一百年前美女的腳腳很久 我都調查了那個年代的人所穿的鞋 希望可以找到蛛絲馬跡 根據Papa找到的資料 新娘所穿的鞋是古代中國婚禮才會穿的款式 名為踩堂鞋 而照片中這一種踩堂鞋 在現代是絕對不會用的了 因為它是屬於公鞋的一種 公鞋又名金連鞋 形狀正如畫面所示 鞋尖收窄 中間恭喜 鞋爭佔高 只是在古代保佑前足雜族的女性才穿得下 所以在照片中穿了這雙鞋的身仰 視覺效果上就像雙腳懸空一樣 但是其實只是它穿了一雙這樣的鞋所以隔高左側 既然Papa認為張相不是說明婚 那麼它背後是說述了一段什麼的歷史呢? 根據我的調查 一個已經關閉了的台灣網站網絡追追追 在2005年3月就對以上的相片進行了解說 其中指出張相曾經作為一張普通的歷史相片 在2002年刊登於中國國家地理雜誌第15期的封面 我找回了這一本雜誌 根據裡面的內容 相片的提供者是著名的收藏家劉詹 而書中以這張相作為插圖的文章 都只是介紹著山西的一個著名古蹟皇家大縣 完全沒有提到張相片有什麼特別 在對比雜誌和都市傳說所用的相片的時候 Papa發現了一個非常細微但重要的問題 就是雜誌上張相片明明是黑白的 為什麼都市傳說所使用的相片會是彩色的呢? 而且我們再看回張相片 只有新娘和新郎是有顏色 背景反而是黑白 而那個年代彩色相片絕對不普及 所以我推斷這一張彩色相片 其實是後期加工而成 我繼續深入調查 使用了大量的關鍵字組合 我竟然連清代漢服、清代唐裝 那麼不接的關鍵字都搜尋了 最後真的慢慢沒想到真相 竟然被我在一個購物網站上找到 搜尋結果顯示 有人在carousel賣一套postcard 其中就包含這一張相片 透過查找這支明信片的出版資料 可以得知明信片是在1999年9月出版 而且果然不出我所料 相片是經過後期加工上色 明信片道還標明 相片拍攝的時期是1880年到1910年 泡泡第二樣要調查的東西是 為什麼這張平平無奇的結婚照 會被人傳了做明婚的相片呢? 為了搞清楚這件事 我以香港和台灣各大討論區為關鍵字進行搜尋 是有了不少有趣的發現 以高登為例 張相片是每個一段時間 就被人repost一次的月經post來的 接著在一個post下面就會有人回覆 老子什麼鬼都不怕 這個是當年大家見到靈異相就會回覆的一個memes 反映了那個年代香港的網絡文化 其實我都幾肯定在這幾個post之前 我都見過這張相片 但由於高登的post 最早只儲存到2007年8月18日 所以就算個都市傳說 在2005年甚至更早就已經流傳著 我們都很難再找回相關的討論 不過既然在互聯網上流傳的這個都市傳說 大部分都是以簡體字寫成 再加上結婚相是由中國大陸的雜誌寒登先的 所以創作這個都市傳說的十之八九是大陸人 於是我以簡體字進行搜尋 發現到一位中國內地學者 馬依超 在螢幕中的這本期刊中發表過一篇研究 名為《屍體新娘》 一則中國都市傳說 其中是指出最早鋪這一張結婚相的 是在名為天涯論壇的網上討論區的貼圖專區 馬依超表示 那個post名叫做 《清朝人結婚的相片》轉載 我直接在百度搜尋那個post名 很輕易就找了它出來 這裡有一個重要發現就是 在馬依超的post 裡面 就已經有人把相片和冥婚拉上關係 說張相片是死人結婚 這個時候還是2003年的11月24日 一般情況下調查到這一步 就已經得到了可以接受的結論 但是帕帕想找到更加完整的timeline 為我自己和大家的童年回憶畫上句號 於是帕帕就和馬依超一樣 將目標放在天涯論壇 《百度鐵巴》 這類比較出名的討論區 我將關鍵字設了作 結婚照 冥婚 清朝 鬼 靈異 鬼異等等 並且將時間限定為 2005、2004和2003年之前 我才是在《百度鐵巴》找到一個名為 看看這一個結婚照 你發現異象了媽的post 之後我在天涯論壇上 都找到一個叫做 《冥婚》 《富途鐵圖》的post 同時是發現到還有幾個post 都是在11月 我推斷那一陣子 應該是這個都市傳說最Hit的時期 我將時間繼續推前 你彌補中間的空白 我將目光放在討論區的內部 用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輸入關鍵字 然後續頁看 只要有行心 鐵柱磨成針 這裏就是Papa整理出來的 一部分最相關的post 當然整個list還要長很多 不過夾雜了不少沒用的post 所以就沒有放到出來 個list裏面 其中一個發表於 2004年6月28日的post 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它是首先出在《靈異區》的 而那裏的網民看這張照片的角度 都大有不同 一開始樓主就說見到有個骷髏骨頭 之後留言的人都好像被人塌著了 那樣 你一言我一語 說什麼 新娘是飄在那 又說右下角有料到 或者那兩個人是沒腳的 只得鞋那樣 去到第43個reply 有網民提到 想中的是鬼新娘 自從以上6月的post開始 冥婚想被人repost的頻率漸漸增加 例如8月4日就有另一個post提到 後面幅畫是捉鬼 女人是紙造的假人 和和死人結婚等等 完美地展現了什麼是創造力量和幻想 會嚇你一跳 說回相片本身 想中人是不是真的這麼不堪呢? 我對這一點非常好奇 由於我們已經清楚知道了 相片的提供者等資料 Papa透過搜尋這些資料 成功找到照片 Zoom近翻拍 最最最最高清Royal級的版本 我們可以見到 新娘雖然不算美女 但是她對眼是鬼鬼又神 絕對不是死人 說什麼她反白眼 都只是照片不清產生的錯覺 其實雖然說結婚是喜事 不過Papa認為 他們拍到年初四的死款 都是很正常的 因為相機剛剛面世的年代 就是輕攬著口面拍照 這件事是跟那時相機曝光時間長有關 相信都沒有人想站在那傻笑十分鐘 我想臉都會抽筋 通過整理以上的資料 我們除了可以得知 相片第一次跟冥婚拉相關係 是在2003年之外 亦都認識到她是在2004年6月 被人轉載去寧異區之後 才作為冥婚相片廣泛流傳 不過需要注意的一點就是 以上之後找到的 這個都市傳說的現存最早紀錄 我們不可以忽視這些Post的 樓主周不時都是轉載其他論壇的Post 以其中一個較早期的Post為例 透過觀看原始碼 我們可以得知張圖 是來自shman.net 上海男人這個論壇 所以我們都無法排除 早已有網民 將相片和冥婚拉相關係的可能性 因為相片的詭異氣氛 加上樓主經常叫人猜 張相片有什麼異常 的確是很容易令人聯想起 鬼、冥婚等等靈異的內容 都市傳說有多過差不多時間的起源 都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 只是部分的網站已經上不回 埋沒了在歷史洪流之中 所以趴跑整都市傳說系列影片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想以自己的方式 保存互聯網的歷史 以及和大家經歷過的這一段時間 不知道各位觀眾對我的調查和破解有什麼意見呢? 請在留言告訴我吧! 接下來我會做更多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上Facebook 給個Like吧!